大帽山星期六上午 上山方向的路邊地下出現了背囊 手提電話和身份證等物品 據知屬於一個18歲的男生 警員在附近斜坡還找到衣服和鞋 消防、民安隊和政府飛行服務隊 搜索了接近4小時後 上午11時多 在距離路面大概200米的一個山洞 找到男事主 他因為拆箱要送丸治理 據了解他最近懷疑因為懲困 和朋友在WhatsApp聊完後 去了大帽山 扔下東西就走了去斜坡樹叢道 希望他不是看不開啦